昨天我老公回家呢 跟我说 他查了一下从悉尼去爱尔兰的机票 我们四个人呢 他我他两个儿子一共呢 是要九千多澳币 他想用superannuation呢 去买这个机票回爱尔兰 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呢 我愣了一下 我心里面有点咯噔 我没有说 虽然我没有说是还是不是 但是呢我就反问他 我说 那去年教室不是已经回去了吗 教室去年回去的时候呢 是他妈妈给他买的机票 还是他自己买的机票 我老公呢就跟我说 我不知道 但是呢实际上去年教室和他妈妈 回爱尔兰去参加他妈妈 一个亲戚的婚礼的时候呢 我当时就问了我老公 我说那为什么另外一个儿子不回去呢 我老公当时说是 因为另外一个儿子没有钱买机票 所以没回去 只有这个大儿子呢 跟着他妈妈一起回去了 实际上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了 我儿子跟着他妈妈回爱尔兰去探亲的时候呢 他妈妈没有给他们买机票 是他们自己出钱买的 他妈妈的意思呢 就是你要有钱 你就跟着我去 你要是没钱的话 你就别去 而且他回去之后呢 他妈妈也没有带他去 他自己那边的亲戚那儿住 是他是自己在那儿子呢 是在我老公的父母呢 住了一个月时间 然后跟他妈妈一起回来了 就是Super Annuation呢 是澳大利亚这边一个退休基金 就等于你上班的时候呢 政府会强迫要求企业呢 从一部分钱到你的Super里面去 这个钱呢你是不能动的 只有你退休的时候呢 才可以拿出来 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怎么样 用那个Super里面的钱买机票 他说我还没想好 我这不回来跟你商量吗 想跟你坐下来计算一下 看看怎么样操作 但是我知道呢 他肯定是不能拿那个钱的 因为去年呢 我给他设置了 Transition to Retirement 澳大利亚的政策呢 是如果你到了60岁之后呢 你这个钱呢 就可以变成一种 就是半退休的状态 然后你可以从里面取钱出来 同时呢 你也可以就是Sandary Sacrify 就是你把一部分的薪水 放到里面去 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 因为放到Super Annuation里面的钱呢 是只交15%的税的 但是按照我老公目前的收入呢 去年呢 他是要交32%的税 然后今年呢 政府就是减税了之后呢 他每赚的一分钱呢 也要交30%的税 这样呢 就等于你省了税 这是我给他 就是研究了他的Super之后呢 我给他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其实呢 他现在目前呢 就是每两个星期呢 近期的从Super里面拿钱出来 另外呢 他每次发工资的时候呢 有一部分钱呢 直接进到Super里面去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Super里面的钱 根本是没法再拿了 因为你要拿Super里面的钱 你要去跟你的Super商量 他的已经是设计好了 而在Super有规径 每年最多 才能拿出10%的钱 他的钱 我们已经是按照最高额度 给设计好了 但是实际上呢 我心里明白 他肯定是从准了我 放在那个Offset Account里面的钱 但是那个钱呢 是我的钱 是我攒的 给我女儿上医学院的钱 还没有用 我把钱放到那个Offset Account里面去呢 主要是为了几项我们家的 这个住房贷款的利率 因为现在澳洲的住房贷款利率很高嘛 那个我们家的贷款利率要6.28%呢 我把我自己去年赚的钱 和在股票里面赚的钱 还有我平常从的钱呢 我全部都放在我们俩的共同账户里面 我知道我老公这个人 所以我放进去之前呢 我一再的给他嘱咐说 我把这个钱放到这个账户里面 主要是给我们省税的 但是这个钱呢 是我准备给我女儿上大学用的 这个钱呢你一劲一劲不能动 他当时答应的好好的 他说好的我知道了 我不动这个钱 但是呢现在呢 他想回爱尔兰 没钱买机票呢 他又开始给我这个钱打主意 我就心里面就有点不太高兴了 因为我跟我老公呢 两个人呢一直都是AA制的 他赚的钱呢怎么花的 我压根也不知道 从我来了澳大利亚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工作 到现在我有工作了 有稳定的收入了 不管我有没有工作 他都一直没有给过我一分钱 而且我们两个出去吃饭啊 买东西啊 去超市 这些钱呢都是我出的 他没有出过钱 更过分的呢 我现在回想起来呢 更过分的是 当时我女儿来了澳大利亚之后 因为政府是给孩子 是有大家叫做牛奶精的 一个补助的 当时我老公带我去Satralink 把这个钱呢设定起来 但是他倒是设定在 他的账户下面了 我当时我说 为什么这个钱要走到你账户呢 他就跟我说 因为你现在没有身份啊 政府也不会把这个钱发给你的 但是实际上现在回想起来呢 是不太可能的 既然政府能把这个钱给我女儿 那就说明政府是承认我们的 如果他不承认给我们的话 我女儿也不会拿到这个钱 后来我也没吭声 我想算了 反正是你代表我们来到澳大利亚 你想要这个钱那就给你吧 我也没跟他计较这个钱 但是呢 偶然几次呢 我问他 我说哎 那到底政府给女儿 买个女儿多少钱 他呢 始终都不告诉我 他就就是 他就不回答这个问题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女儿来了澳大利亚之后呢 政府到底给他 多少钱的牛奶镜 当然这些事呢 都过去了 我也就不再说了 我也从来没有跟他计较过这件事情 这次为什么我们要 他想回爱尔兰呢 是因为他父亲要过90岁的生日 我公公呢 一直其实对我们挺好的 从我们来了澳大利亚来之后 虽然我老公没有给过我们一封钱 但是我公公和婆婆呢 每次我女儿过生日 他两个儿子过生日 包括圣诞节 这些正大的节日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从爱尔兰呢 寄钱过来 虽然不多吧 每次都是一百多块 一百多澳币 两百多澳币 给三个孩子 他只要给他两个孙子给呢 已经有我女儿的 所以呢 我觉得他们两个呢 一直都是对我女儿很好 我公公呢 明年的三月份呢 过90大寿 我觉得90大寿 对老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成 而且呢 他年纪 我公公婆婆年纪也都特别大了 我婆婆就是早些年呢 已经得了老年痴呆了 卖卖的很多东西都忘了 所以我公公一直邀请我 和我老公呢过去 我一直给我老公说呢 我说你应该去 无论如何呢 把老爸的这个90岁的生成呢 你应该过去 还是我一直在鼓励他过去 他也想去 但是呢 他一直都没钱买机票 因为从悉尼到爱尔兰的机票呢 要三千多澳币一个人 他一直说 哎呀去不了 没有买钱买机票 第一次 我就在想呢 我要不要资助 给他买一张机票 让他过去 或者呢 我给我和他 买两张机票过去 但是我老公一直都说不行 但是这次呢 他查了机票之后呢 他又想 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去 而且也想给两个儿子买机票 哎 我心里呢 说实在的 我就老大的不太愿意 他妈妈自己都不愿意 给他儿子买机票钱 回老家 为什么 他两个儿子 去爱尔兰的这个机票钱 要存我的钱里面出呢 说实在的 我心里面是有点不太愿意的 还有最主要的意见呢 我感觉呢 他两个儿子不太尊重我 每次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啊 一起出去玩啊 包括去年 他爸爸过生日的时候 他两个儿子 什么东西都没给他爸爸买 还是我出钱 跟我女儿两个 进了饭间 请了他两个儿子和他爸爸 给他过了一个生日 然后我们两个 给他爸爸买了一个生日礼物 还买了一个蛋糕 就算这些东西都是我做的 但是每次呢 他两个儿子呢 就是见面的时候呢 不太理我们 就是反正人家自跟他爸爸说话 不跟我和我女儿说话 包括我那次他爸爸过生日的时候买的蛋糕呢 我们本来想着一起大家中午在外面吃个饭 然后呢 一家五口人在外面逛一逛 晚上的时候呢 把蛋糕丁回家 大家再唱个生日歌 给他爸爸一起把蛋糕一吃 但是我们在饭间吃完饭 周五的时候呢 他一个儿子 小儿子呢 就说 哎呀 我们赶紧回家去吧 生日歌唱了 把蛋糕切了 我下午还有事呢 当时我心里就有点不太高兴 但是我老公人家觉得无所谓 那你要是觉得无所谓的话 那就算了 我们就一家人急匆匆的回到家 在大周五的大家都很饱的情况下呢 把家里的灯全关了 给他唱了一个生日歌 把蛋糕切了 然后他两个儿子转身就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还让我给一家四口人买机票去爱尔兰 给他爸爸过生日 这个钱呢 我出的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 你们觉得呢 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我是应该出这个钱呢 还是让儿子们自己买机票 因为他们两个人呢 是都有工作的 他们两个呢 早就从两年前呢 就自己已经高中毕业之后呢 就自己已经有工作有收入了 他爸爸也从来都不给他们钱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要当 为什么要我当这个冤大头 给他们出这个钱呢 家人们 你觉得这个钱是不是应该我出啊 还是 怎么办呢 这件事情 不客气 我也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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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